最後一條問題 其實你們一來到澳洲這裏 有沒有曾經考慮過 其實想將香港的政治環境 變得好像澳洲這類型的那樣 有沒有想參考什麼國家的政治環境 香港的政治的發展是受到基本法的規限 以及受到環境的局限 基本上西方的民主制度 當然我們過去的研究也都理解了 但是我們不會覺得 要照抄外國人為一套制度在香港 基本上香港現時的民主發展 是有一個普及的民主選舉 但是這個選舉制度 只是局限在部分的立法會議席 以及在這個特首的選舉 是完全沒有保羅善民的參與的 基本上我們的期望和要求 人民力量的立場是要盡早 如果可以的話 2012年就有全面普及民主的選舉 包括立法會和 是的 全面立法會 包括立法會 立法會現時一半是公民組別的 我們就要求取消公民組別的特權階級 以及這個特首選舉 應該都是香港市民透過一個公開 平等的提名的程序 由全港市民進入選舉產生 我們希望發展與世界同步 因為這是很小的價值 不可以說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的地區 我們民主的發展 就受到不必要的局限 所以我們仍然爭取一個普及民主的選舉 我再加少許 至於香港在有了民主 即是真正正普及選舉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之後 進行哪一種的譬如議會或民主制度呢 在到時可以再由全民商討、討論、諮詢 可以再達成 譬如在澳洲的 現在其實是一個兩級議會的制度 而在下級議會的總理是由最大黨魁去做的 這就是議會制 香港是不是應該行議會制呢 這個可以討論的 在有了民主的情況之下 而不是說有哪一個政權 或者哪一個人出來說我們應該要行這個制度 第二就是香港始終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它究竟是應該參考一個外國的城市 還是一個省 或者好像美國的一個州 那種的制度 那樣東西全部都可以討論 但是必須要在有普及和民主的選舉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沒有接受到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坐 大家坐 不好意思 我們坐你們站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OK 謝謝 評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